今天的领事在线,我们连线采访到了中国驻葡萄牙使馆首席馆员许志达参赞 许参赞表示,使馆高度重视在普中国公民,尤其是留学生群体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领事工作一直在以此为核心,全面展开 目前在葡萄牙的中国公民,包括旅部侨胞、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人员大概有3万人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外交为民理念 为中国同胞在葡萄牙吻得住,留得安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针对当地防疫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,使馆在3月份紧急筹集了一批医用口罩并运到葡萄牙 第一时间通过旅途侨团、学联、中资机构分发到在普中国同胞手中 使馆抽调人手,加强领事保护与协助力量 高峰时,每天接听80多通领事保护电话 切实维护在普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使馆专门开通了留学生24小时服务专线 从自己采购应急的内部防空物资当中,拨出一批口罩分发给留学生 现在正在准备向每一名在普中国留学生再发一份健康包 考虑到部分留学生散布在普提亚全国各地 使馆还动员旅途侨团和各地学联 按照就近就变的原则,一帮一结对子 这些定点帮扶措施,让中国留学生和家长感到放心 在近3000名旅仆中国留学生当中,有近300名来自澳门特区的留学生 他们人数虽少,使馆给予他们的关心一点都不会少 疫情发生以来,使馆会同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向他们发放应急口罩 我们还联系校方,为他们停课不停学,创造良好的条件 使馆坚持每天编译权威信息 让在普中国同胞,尤其是那些不懂外语的同胞 能够及时了解普疫情形势和防控措施 使馆发布的近百条通知和信息 打破了疫情期间的信息孤岛 保持了信息畅通,让中国同胞感到安心